副首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苏嘉全 上午在台中则是参加了一场很特别的活动 是聚集了上千名的续管宝宝要排成台湾的图案 希望能够打破世界纪录 不过当然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政治的问题 针对爆出违建铁皮屋苏嘉全则说了 铁皮屋通通都是交给姐夫来管理的 他并不清楚 不过如果真的有违法的话就该拆除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苏嘉全一现身 就被追问违建铁皮屋 那铁皮屋是我姐夫他在处理 所以我也不晓得 因为以前就交给他管理 是无常让他使用 所以违法就要拆 苏嘉全说得清楚 也强调违法该拆 合法就该给予空间 是一个政治人物 用比较高标准来检验 其实也让我自己 借着这个机会来自我做一个反省 所以该拆就拆 但是如果是合法的 那也应该要给每一个人保餐 苏嘉全上午其实是参加一场 试管宝宝大会时 要突破世界纪录的活动 现场聚集上千名试管宝宝相当特别 1232位成功挑战 第一次世界纪录 果然一举突破世界纪录 而且不分年龄的试管宝宝 排成台湾的形状 也为这个新纪录留下最佳见证 37文秋天宏 SNG小组台中报道 小组台中文秋天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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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